欢迎观众朋友回来 这里是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 中华小故事环节 今天我们讲到的 永柳这首诗 里面提到了一个词 就是碧玉 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 叫做小家碧玉 它和大家闺秀 往往放在一起来使用 那么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小家碧玉 就是指小户人家 小家 美丽的年轻女子碧玉 那么这个成语是有出处的 它是来自于乐府诗集 叫做碧玉歌 那么这个出处的碧玉歌 不论是这样的 结金兰 碧玉破瓜石 香味倾倾倒 赶狼不修狼 回身旧狼抱 这首乐府诗集很有趣的 说明了说了好多 就是年轻男女之间的那种 很羞涩 然后有所顾忌 但是又充满了爱慕之情的 这样的一首诗集 碧玉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 后来小家碧玉就被称 形容小户人家 美貌少女这样的代称 它和大家闺秀 是相对来使用的 大家闺秀 我们可能经常听到 就是说大户人家 非常有才学的这样的姑娘 闺秀 闺中的秀才 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就是有贤德和才学的女子 那么专指大户人家的 贤淑的女子 在英文中我们经常说lady这个词 其实原意就是指这类的女子 而小家碧玉是说 小户人家美丽的年轻女子 所以我们用来以后要形容 一个人是小家碧玉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小户人家 第二年轻 第二美貌 第三美貌 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那么小家碧玉 也有一个非常英文的解释 就是什么 就是A daughter of a humble family 就是出自于比较谦卑的 谦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 女孩子 叫做小家碧玉 所以这两个词 其实是讲出身的 这两个词不是说 哪个姑娘漂亮 哪个姑娘不漂亮 这两个词是指 这两个姑娘 是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 因为在以前 这个女孩子出身不同 会导致生活水平 受教育程度等等 有着巨大的差别 而同时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 又能用来形容两种 不同的气质类型 我们先来说大家闺秀 大家闺秀指的是端庄 大方举止优雅 气度不凡 穿着高贵 那么这类女子呢 往往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见多识广 但是呢 同时就是因为 受的教育太多 又会受到很多 条条框框的束缚 不能够随性而为 那么相对而言 小家碧玉 那么非常聪明机灵 家教严谨 朴素 精致 那么可能我们形容 一个女孩子说是 小家碧玉呢 不一定说她有 多么多么的漂亮 但是呢 她一定很亲切 很可爱 有点像林家妹妹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这两个词呢 用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 在今后呢 可以跟你的朋友啊 或者是在写信的时候 你可以用到这个词 比如说 我觉得你的气质呢 特别符合大家闺秀 你的妹妹呢 可能是小家碧玉 这个是不是亲姐妹呢 好 我们今天啊 这个中华小故事呢 就讲到这儿 我是子飞 请锁定我们的中华电视网 关注诗词大世界 好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现在呢 是我们人人来北市的环节 今天我们大家看到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 哇 这个特别有这个武术家的范儿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衣服 基本上你穿的时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比赛 武术 是吗 今天这个小朋友呢 可能是文武双全的一位 我们先让他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来 看着我们的镜头给 因为电视机前呢 有很多其他的小朋友 他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了 大声地告诉他们 你叫什么 周嘉熙 我六岁了 你知道周嘉熙 然后六岁了是吗 六岁已经 六岁你已经开始学武术了是吗 这么厉害 还有什么 还会学什么 跆拳道 还有跆拳道啊 那你在 那你在博亚学堂还学了很多的东西是吗 学了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待会你就知道了 待会一问你就知道了 那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要给我们电视机前 其他的小朋友要背什么 背 江南可彩莲 江南可彩莲 莲花不在那边 莲花在前面 来我们看看镜头 江南可彩莲 这其实就是你在博亚学堂学到的指示 对不对 我们来听听江南可彩莲 这个名字呢 听起来很美 很活泼 先我们小朋友来背一下 这个江南可彩莲 好不好 来 看着镜头 我们大声地背出来 江南可彩莲 可彩莲 不用管我 江南可彩莲 江南可彩莲 彦莲和千千 宇西连连连连连 宇西连连东 宇西连连西 宇西连连南 宇西连连北 所以呢 我听你背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鱼到底在哪 是不是东南西北 他在里边很活泼的 就像你一样到处在玩 在水里游对不对 你会游泳吗 会 会游泳啊 会游泳会跆拳道 会武术 还会北 北师哥 对呢 这个文武双全 精力充沛的小男生 那么你今天这个衣服 今天这个衣服还挺 让我想起了 让我想起了 我们平时家里吃的一道菜 你知道吗 你家里也会吃 你知道是什么菜吗 就番茄炒蛋 我觉得他是个 特别可爱的小男生 周嘉欣 六岁 周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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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 还有周嘉欣 周嘉欣 对了 周嘉欣 周嘉欣是姐姐 对不对 另外一个姐姐 另外一个姐姐 姐姐还蛮多的 有两个姐姐 对 到时候姐姐呢 也会在我们的节目中 展示他们非常棒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 还有一个就是你 你是家里的最小的一个 是不是 小不点是吗 但是你还挺棒的 我的姐姐比我这么高 现在长这么高了 是吗 但是我比 他以前就是 这么高 然后 现在我变成这么高 我觉得我要单给你开一个节目 来好好聊一聊 你还听话跟我聊的 今天我们背试呢 就先背到这儿 我们来跟这个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我们来说再见 我们说这个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次见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